嘟嘟嘟嘟! 唉唉唉唉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Nubi吉他手Hank 對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後面的 就是 就是大大的看板 不是Nubi對不對 沒錯 你們看到是Twice 對 我最愛的Twice 然後 然後...這邊位於澀谷的Towery Court 其實這個基本上算是日本 呃...數一數二 算是最知名的唱片行 就是只要一想到日本的唱片行 其實基本上內行的人都知道 一定是在這裡 澀谷八公口這附近的Towery Court 然後這邊是一整棟樓 這是它最...最酷的地方 就是它一整棟的唱片行 台灣基本上找不到這麼大一間 那現在我們就從TWICE這入口 讓大家來看看 來看看TWICE 今天不是看Nubie是來看TWICE Let's go! 其實我現在有點... 呃...我們先過來一點好了 其實我現在有點小尷尬 因為我旁邊 因為我們剛剛這邊伴我演出 然後我旁邊都是... 就是我們剛剛演出的粉絲 然後他們一定很好奇說 我到底為什麼會出現在這一區 好 OK 然後現在我們看到我身後就是... 因為每一個會出專輯的... 呃...會出專輯的藝人 基本上... 他們都會幫他做一個很大的看法 然後我們最後就是... 就是TWICE的一個 然後... 因為他們這次出了... 就是...算是精選期 就是把以前很知名很高人氣的歌 然後把它翻成日文版 然後...就是加入了日文版 然後還有原本的韓文版 然後出了一張... 特別版專輯 然後... 這邊就是... 都會放他們一些... MV啊 然後... 一些... 一年來的專輯 非常喜歡他們的粉絲 來到這邊 就可以馬上... 知道他們的偶像... 到底是在那裡 還滿輕一點的看法 到這裡真的會很開心 你知道嗎 欸你知道最好樣的喔 這一刻我都有耶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 算是比較大張明信片 然後...其實在日本 他們都會有一個非常特別 就是... 叫所謂的特點 就是你買了專輯之後 它會... 它是隨機的 你可以抽這種特點 是一般來講 就是你在... 可能在其他國家 是買不到的東西 或者是非賣品 就是專門給日本的粉絲朋友們 然後現在呢 這個 來介紹一下 這些專輯 這個不是他正式出的 然後... 這是他們之前的物專 小弟我呢 最光榮的是什麼 因為他們在專輯裡面 他專輯裡面都會付一個小卡 那... 小卡就是它有隨機 有成員的 然後有團體 有抽到單獨成員 代表什麼 就代表你... 很幸運的 獲得跟他們... 面對面的機會 然後可以跟他們騎掌這樣子 小弟我上次買的這一張 抽到... 有... 這時候後製幫我上個掌聲 好不好 對... 然後這是... 這是他們其他一版 這是他們... 這是我剛剛講的 有那個... 有... 日文的人氣歌曲 跟韓文人氣歌曲 把它收在這一張 然後他們收錄三個版本 就是通常版 然後同時... 有... 同時也有出回A版 跟出回B版 那他們只是送的贈品 當然會有所不同 那就是...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這家社會館逛逛 因為這家... 真的是... 基本上... 而且... 因為之前... 之前那一櫃 我們往後面再逛一下 你看這邊... 那還有其他的... 專輯 是不是... 各位小ONE MAN 是不是... 心裡非常的澎湃 都非常確認 因為... 這家非常特別是... 這邊... 還會賣周邊 但是這次沒有 就像之前他們演唱會 的周邊什麼 他們都會... 來這邊再賣一次 我上次也是在這邊... shopping了... 血拼了一陣子 然後這邊... 最厲害的就是這個 最讓我... 心臟快急... 欸好... 那OK... 你看... 後面... 後面的... 也是... 也是小萬事 它... 封掉... 為什麼... 因為後面有一個... 非常... 非常大的... 一把... 十塊... 大家看一下... 也是會封掉吧... 不是吧... 這要是在家裡的臥室 這不封掉才怪 每天早上起來看到這個 我絕對心臟先麻痺 需要那個... 每天要... 心臟電擊器才能叫我起床 然後... 欸... 這邊幫我... 我還有像這邊幫我... 後製一個... 就是... 愛心的邊邊 讓我有一種... 讓我有一種... 刺身天堂的感覺 好不好... 對... 然後旁邊... 對... 就是... 只要有一個... 這大看板就表示說... 這一次... 他們這一間唱片主打的是誰 因為他們... 這張專輯... 3月6號 其實跟我們SPEED UP 同一天發行 所以他們就是... 這一次的... TOWER ECODE主打... 一個... 就是最主打的... 團體... 最主打的一樓 然後... 他們這邊也會放... 就是... 他們相關的資訊啊... 然後... 就比如說... 他現在介紹... 有什麼... 有CD... 然後有80月的照片寫真 什麼... 然後... 真的... 有興趣的朋友們... 真的... 射谷的TOWER ECODE 我覺得... 基本上是... 追清楚... 必來的地方 然後... 你看... 旁邊很多粉絲都在錄我... 他們一定覺得... 我現在在幹嘛... 反正呢... 我就是... 身為一個... 大家來... 來逛一下這個地方... 就是... 粉絲必來的一個地方... 就在... 射谷八公口... 有出口... 一直執走... 然後... 就可以找到一些... 非常大的超人特質... 有興趣沒有... 記得要來喔... 掰掰...